她们都是念那个国际学校 比较不一样是她们穿便服 全部尤其是女生 就说你今天穿那什么牌的 我在杂志上看过应该L牌的 开始那些不穿名牌的 就开始被排挤 有一次她说好 那她就穿一下 想要拥合她们 她说一样被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上一季的东西 哦 实际上 小朋友看得出来是过去的族学校 歪风 对我们刚刚讲的只是妈妈的心态 或者说大家比较一下那就算了 我觉得现在这股风潮 尤其是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国际学校 已经蔓延到同学间都有了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她们都是念那个国际学校 是 然后她们发现说 因为她们都有一点就是比较不一样 是她们穿便服 然后只要便服的话 就每天就不一样 每天不一样就完蛋 因为一早起 她们说早自起的时候 全部尤其是女生 就说你今天穿那什么牌的 我在杂志上看过应该L牌的 你这个我这个D牌 我妈妈上从米郎买回来的 开始那些不穿名牌的 就开始被排挤 慢慢的做小组活动都没有她的份 然后大家要出去玩的时候 也没她的份 然后妈妈问她为什么 晚上还在哭的时候 她在看她日记里面 发现说所有的女生 都在排挤她 笑她没有服装品位 笑她家里没有钱 笑她穿得很好笑 有一次她说好 那她就穿一下 想要拥合她们 她说好不容易穿个比较贵一点 一去以后 她说一样被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上一季的东西 哦 十几岁 小朋友看得出来是过季的 看得出来 而且这个名字 法文念得超顺的你知道吗 那你说小孩这样 那家长更不用讲 送完小孩了 穿着短裙送完干嘛 那不然我们来下午茶好了 不然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两点的时候 我们约一下 然后更好笑 比如说约在大湖公园 我说啊 约在大湖公园 这不是贵妇都是去饭店 或这种有名的下午茶 没有 我们家就是 比较我们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反正在大湖公园的湖边见 我说哈 湖边见 你知道吗 她还发给你那个地点 我说好 还好我那时候先去 因为她约两点 我一点就到了 想说停车停在那 然后想说顺便等他们来 就看到一幕我也吓到 是 就是那个点 本来都没有东西的 对 忽然就来了一台货车 货车来了 然后呢 就看到 一堆男男女女年轻的 下来 开始布置 本来是一个落雨松 那种所谓的那种野外的环境 开始牵灯 开始用帐篷 开始用椅子 然后把它整个弄成像 网美露营风 哇 好帅 然后后来看不对啊 那个就是随护跟那个 他们的秘书跟他们的司机 全部人都起来 弄弄弄的超漂亮的 你知道吗 一拍照就马上就有feu那种 然后还写各个家长的名字什么的 都贴在上面 然后呢 我看到快一点五十的时候 又一台宾室车来了 天啊 然后就是那个贵妇来了 然后那个贵妇就把她坐到主桌去 后面就有陆陆续续的贵妇来了 我就听到所有妈妈说 哎呀 宋哥你好棒你好会 好会那个布置好会打扮 然后我就听到宋哥 那个主办人说 对啊 我以前就是做这个什么室内设计 没什么 就喜欢做这些小东西 你看啊 我摆了 我摆了 你看这多漂亮 这花我多选了这样 贵妇就是要这个面说 你看我做的多好辛苦哦 这样 然后大家全部人说 好棒 宋哥好棒 好棒 这样 那我实在听不下去 很想讲说 我刚才车上摔的时候 明明就看到我们是你 你这样以后我们也被排挤 不行 就是我们住永和那边 有一些失效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虽然我们是公立的 但是呢 我们有会去听说明会 哦 有有有 而且永和那个失效 跟公立就很近 就在旁边而已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种 接小孩 法拉利只能两人坐 重点是很远 大概100公尺 然后就会有那个警卫开到 走在那个行人道上 我就看到有一个国中女生 因为她们等于是小生国中的 国中女生在那边蹲着哭 跟爸爸说 你不要再骑脚踏车来接我 很丢脸啊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家那时候的车 也没有说很好 然后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小孩的价值 是啊 因为小孩子会说 你爸开车车 人都开什么 那个三个杠杠的 还是说那个马的 还是什么的 就是小孩子会比拼 小孩会觉得丢脸 对 小孩会觉得丢脸 然后我就我们有一次是 车子坏掉 然后骑脚踏车去 小孩也是跟我们说 爸妈星你就在前面两个路口 停三个路口 哈哈哈 我自己走就好 这样子 小孩子真的 小孩子很容易会有这种 也会耳濡目染 都有关 对 然后生出情绪的路口 用不同方式看新闻 看超人性VTuber爆新闻 直播线上即时互动 轻松有趣多元内容 3月16号起 每周六晚间9点 子午计划VTubers 在三立新闻望